道正法师 1956年2月27日出生在台南市 法师出家以前 以郭慧珍医师身份讲述 学医与学佛 倾听横河的歌唱《朝圣之旅》 因罹患卵巢肿瘤 而依然与广伦经社出家 并讲述青莲飘香 画佛姻缘等一系列感人至深的佛法 度人无数 经莲有公路连载出书流通 深获海内外读者极大的回响 道正法师于2003年农历6月19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欲知实至正念分明 即将握念佛 往生西方 年仅47岁 以下是法师的开始 在这个宇宙中有很多的佛 他们本来和我们是一样的众生 但是他们觉悟了 修行成就了 开发出本有的佛性就叫做佛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要师佛都是佛 阿弥陀佛也是一尊佛 他的名字就叫阿弥陀 这尊佛在过去修行的时候 曾经发过愿 如果有人曾经听过他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升起对他的信心 欢喜要去他的世界 甚至是灵命中才听到 到灵命中时肯念时生佛 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他去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叫做西方极乐世界 祖师告诉我们说 西方代表我们自信的坚定和亲近 因为是阿弥陀佛修行开发出亲近的佛性 所显现出来的世界 所以叫做西方 为什么叫做极乐 那个世界可以说是宇宙中最美最庄严的世界 在那里完全没有罪恶和任何痛苦 只有无限的亲近喜乐 所以叫极乐 阿弥陀佛就像校长 建设出最好的教学设备 安排了像观世音菩萨那样伟大的诸大菩萨 做我们的老师同学 陪我们一起游玩 在快乐中学习 让我们听听鸟唱歌风吹树叶的演奏音乐 看着花朵放光 甚至到水里去游泳都可以开悟 通常有福有会的人 才能信佛心 做好事 有污染无福的人 只能信灾难 做恶事 和自己的心相应的事情比较能够相信 和自己程度差太多的事情比较不容易相信 这是理所当然的 像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的真实消息 必须要很有福报的人才可以相信 才可能接受阿弥陀佛的邀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留学 一般人的头脑比较污染 也比较退化了 都只能相信报纸所写的一些罪恶灾难恐怖的事 比较缺乏福报能力来相信这种好事 甚至会把这当作是神话 这就好像古人不相信有火箭能够飞到月亮 非洲的土人不相信世界上有美国一样 这也不能怪他们不信 因为信是需要智慧的 也是需要相当福报的 哥伦布要是当时没有智慧 相信海的那边一定有陆地的话 他也不会驾驶船去航行 发现美洲 不曾对人慷慨慈悲 必然怀疑佛之慷慨慈悲 我如果说要送给您一包柳丁 您可能不会怀疑 敢接受 我如果说我美国有一间房子 花园司机汽车都没有条件要送给您 您可能会吓一跳 怀疑我不知道有什么企图 您可能不敢接受 因为您这一生如果不曾对人慷慨 当然会怀疑我的慷慨 我们众生很少有佛那样的慈悲 所以也时常会怀疑佛的慈悲 不敢接受佛的慈悲 极乐世界虽然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但也只有善根福报足够的人才敢相信 敢接受 临床当医师 我已经看到一些人因为他一念相信了 愿意去极乐世界又肯念佛 在他灵命中时 真的看到阿弥陀佛现前接引他到极乐世界 这种大好的福报和美妙的西方 真的给他得到了 这真是太便宜又太简单了 这种事在实行上实在不困难 可是要真的相信比较难 为何平时要常念佛 有人会说既然如此 那我等到临终时再念佛就好了 何必平常实时要念呢 您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平常实时要念 比如一个小孩 从小不写习题 爸爸妈妈老师说的话也不爱听 闲着就看电视在外面闲逛 这样怎么能考上大学呢 所以我们平时要随时练习念佛 念佛在念的当下 我们的心就平静 我们的心就光明了 可以说马上就进入极乐世界 我们平常健康好好的时候 若不练好功夫 一般人在灵命中时会非常痛苦 譬如我每天在医院里看到人将死的时候 如果不是很痛 痛得不休止 又没办法说话 吃不下睡不着 要不然就是喘不过气 一口气都喘不上来 要专心念佛就有困难 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是相当困难 必须要有相当愿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 我们在说十大死亡原因中第一位就是癌病 这种病一般都很痛苦 除非他平时肯认真念佛 佛力加倍之下才有可能不痛苦 一般没念佛的都会很痛很难过 您想想看 平时被一只蚊子咬到就觉得心烦 没有办法安静念佛的人 假如有一天大痛起来 是不是可以静下来念佛呢 也有可能是大出血 吓都吓得发抖 要安心念佛就有困难 再说高血压 假如中风就昏迷不醒 一般人十个当中有九个可以说是在灵命中时都是昏迷不醒 自己做不了主 要不就是意外灾害 临时在车祸飞机失事火灾当中丧命 这都是在非常恐怖中去世 您想想 这种恐怖的意外 怎么可能平静的念阿弥陀佛呢 除非您练习到无论什么紧张的情形 第一念都能念出阿弥陀佛 才有可能在意外变故的时候念出佛来 所以平时念佛就是练习 随时提醒自己要有光明慈悲的心 比如说 我们最好知道 假如是火灾就打119就会有消防车来救火 我们如果完全不知道火灾到底要打什么电话才会有人来救 心中又自己固执这样想 哎呀 管他什么火灾 那是很不吉利的 或是自己认为 不会啦 我才不会那么倒霉 遭过火灾呢 因为不喜欢火灾 所以故意不去注意 也不记得是什么号码会有人来救 万一真的遇上 那就真的很麻烦 甚至您的左邻右舍有人遇上了 您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忙他 以前在台南 有人在火灾的时候心里一惊慌 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出去 心慌意乱的 拿这样也不对 拿那样也不对 换来换去 最后抱了个尿筒跑出去 这是事实 我们千万不要笑别人 我在医院里看到很多临终人的情形 从来没看过平常不念佛的人能够很镇静又舒服 在满脸的微笑中去世的 一般人去世都很痛苦 手忙脚乱的 和爆尿筒逃走实在没什么两样 只有老是念佛修行的人 临终欲之时至欢喜自在蒙佛来接引 我只有看过佛教中修行很好 平常很认真念阿弥陀佛的人 他自己预先知道时间到了 就很自在 仿佛要回到故乡看风景 要回到故乡看亲戚朋友那么高兴 很自在地回去了 我们要明白 阿弥陀佛就有如119那样的电话号码 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假如事先知道 到时候心里就可以打出阿弥陀佛这个电话号码 一打出去自然就会有佛菩萨派人来解救 雾鹰不爱下雨 故意不带伞 雾鹰不爱死亡 故意不准备 我们都知道如果快下雨了 出门就要带雨伞 以免被雨淋到 灵的感冒生病 我们如果因为不喜欢下雨 就故意不准备雨伞 一旦下雨就只好淋雨了 难过也是自己难过啊 而且并不是说我们一买雨伞马上就会下雨 如果说一买雨伞就会马上下雨 那么派上用场更好 总是比淋雨感冒好 平时如果将雨伞买起来就不怕下雨了 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在卖伞 这个意思是说念佛也是一样 并不是一买伞就下雨 下雨是要看因缘的 也不是说一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马上就会来接我们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往生极乐世界也要看因缘 有人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作是死亡的意思 这是很大的误会 其实往生极乐明明说的是往生 是从此过着没有痛苦 清净快乐的生活 过着佛菩萨的生活 并不是死亡的意思 这是可以在现生活着的时候就达到的 也可以来生才达到 如果能够一念佛就感应到阿弥陀佛现前 从此就过着极乐的生活 这是最虔诚的上等功夫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恩您的收看 请点赞 订阅和分享 祝您人生吉祥福会圆满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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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